天气热起来,不少人会刮刮沙,去去暑期,7月8日下午,陈学东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刮沙掌,背部深红色一片,并配纹,密孔者误入,刮沙秒注沙的威力。 最近,来找尼峰医生刮沙的人很多,忙到中午,他才得空接受采访,现在的一些人会帮家人刮,还是要根据自身情况,别用力过度,不一定要出红才是好的,一刮沙太用力,背上到处是刮痕,对于陈学东吐槽自己秒出沙。 尼峰医生解释,出沙跨那有个体差异的,一个是看中医里常说的邪气重不重,另一个也要看皮肤是否敏感。 他做五斤生意的,店铺和这家在一起,天气余热,屋里的空调白天,夜里都开着,吹着吹着,人就不舒服了,法力,头晕,加上最近一个月,窝在沙发上看球,肩浸更加不舒服,妻子很贤惠。 看到老公脸色不太好,从网上买了一套真空抽气式玻璃火换,二十四个,六十块钱,上周六周的快递,到晚,趁老公看英格兰队踢球,就想给他用起来。 把火灌之前,妻子在店里的货架上,找了个表面光滑的小零件,准备学小姐妹,在老公背上呱呱沙,他们弄弄简单的,呱一呱,显出紫红色,就有效果了。 妻子来气了,心里念叨着,我妈很谨慎,怕弄疼你,把皮肤弄破了,自己手酸得要死,你还说不矮信,于是,她拿出吃奶的力气,狠狠刮了几分钟。 这下子,还没上火灌,丈夫背上都是光痕,有肩膀孔得明显,蹭到了还有点疼,突然无关,二身体失落,太疲劳,不能刮痧,印象中,刮痧是受老年人追捧的项目。 妮丰医生说,刮痧的主要功能是活血化欲,促进人体自我免疫功能的恢复,对中暑,烙疹,风寒感冒,有一定干预的效果。 现在受到不少年轻人的喜欢,因为还能缓解颈尖痛。 之前,阿娇刮痧怪出血红后被造成引起热议,专家们普遍评价,这就刮过头了,下手过重造成皮肤出血, 容易破坏皮肤屏障,可能引起皮肤的局部红肿感染。 刮痧用力过度,最常见的是皮肤损伤,老人小孩尤其要谨慎。 不过,从目前门诊来看,像李先生这样,在家刮痧刮出毛病的并不多,通过肾脏尿液排出, 如果刮过度,而本身肾脏功能弱,会带来肾功能的损害。 三门诊已完成刮痧的患者,被捕出痧并不是紫红色,每个部位分三次操作, 用玉石从上至下,从内到外,先轻轻刮五下,稍稍减红,再用力刮十下。 如果皮肤还难受,再补充刮五下。 尼冯医生并不反对大家在家里刮痧,预防中暑或是趋势器,刮痧的确有好处,但关键是把握好度,循序渐进。 那么,还需要注意什么呢? 他以依依依罗列如下,以这些人不适合刮痧,身体虚弱或疲劳,体质差,慢性病,白血病,糖尿病,肝肾功能不全, 严重脑心血管疾病患者,孕夫,来律驾,存在皮肤破损的人。 二刮痧时,不能开空调或电风扇,刮痧等天前后,都不要喝冷饮,刮痧后之后,建议多喝温水,能睡一小会儿最好,如果要洗澡,至少在半小时之后。 三刮痧工具可选择厚度适中,边缘断而圆滑的气质,比如玉石,牛角酥,瓷烫石,刮痧时,请使用润滑油或橄榄油,白血病也是不错的选择,千万别用红花油,四手法要谨慎,如果出现头晕,恶心,出冷汗的症状,要及时终止病平卧,症状若无缓解,要及时送医。 一般来说,刮痧物的期限之后,才可以进行第二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